李自成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传奇英雄 虽然最后败在了新兴满足建立的清朝手上 但他发动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依然摧毁了腐朽的明王朝 对于他失败后的去向与生死 一直是萦绕在历史学界上空的大谜团 至今已出现了众多版本 第一 字役说 此说法来自清军统帅阿济格的战报 据说李自成逃窜到最后只剩下二十几个人 不慎落入村民的包围圈 逃脱无数的李自成只能自杀身亡 但阿济格也只是道听途说 并非亲眼所见 所以可信度不高 第二 袁济说 这种流传最广的说法认为 李自成失败后只身一人逃到石门县 并在夹山寺隐居下来出家当了和尚 法号奉天玉 以此来躲避追捕 清代李州之州和林在石地考察时 曾对比过一位服侍过奉天玉的僧人 给出的画像 与历史记载的李自成模样 结果有九分相似 李自成也曾自称过奉天王 反对者则提出 夹山寺中的塔明 证实奉天玉和尚确实存在过 但他曾在清朝朝廷中当过官 李自成主张抗击清军 怎么会为清朝做事呢 而且写塔明的也是明朝的老臣 第三 归隐说 观点来自李自成家族 根据李氏家谱 李自成兵败后 化妆为和尚 投靠其在鱼中清城的叔父李斌家 一直生活在深山大沟里 死后被葬于龙头保子山 第四 战子说 据通山县制记载 通山城九伯 在牛姬岭下击 溃过一只闯军 并杀掉了头领李延 他们怀疑那就是李自成 但此说法十分可疑 李自成名号字号 并无言字 而且李延也确实有其人 是大顺招后 第五 勃杀说 据随寇纪略记载 李自成逃到通城九公山的时候 被当地居民误认为劫匪 围殴而死 这次农民起义的历史资料 大多已被销毁 导致李自成的生死之谜 一直没能解开 千百年的寻人启事 也一直不得被求证 你觉得哪个版本更有可能呢 欢迎留言和我们一起探讨 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点个关注加转发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